注意看,一只鳄鱼刚晒完太阳,它快速地爬到水中,那圆溜溜的大眼睛正在不停地搜寻着猎物,正当它毫无头绪的时候,前方的一对河马母子进入了它的视线,它把目标锁定在小河马的身上,鳄鱼悄悄地潜入水中埋伏起来,等待着最佳的时机,此时的河马家族的成员们沉浸在快乐的亲子时光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危险。 而此时岸上的一只鸡肠鹿鹿的狮子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河里的小河马,它悄无声息地走到水里,露出那尖锐的獠牙,宣誓一番,然后静止向小河马的方向走去,准备趁机将小河马一举拿下。 要说这头狮子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想从河马眼皮底下掳走幼崽,谁知刚走到小河马的附近,他的计划就被河马妈妈识破,河马妈妈先发制人,怒气冲冲地冲向狮子,狮子吓得仓皇而逃。 赶跑了狮子后的河马妈妈赶紧回到孩子身边,刚刚这一切都被潜伏的鳄鱼看在眼里,拾去的他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大家都知道河马作为陆地上第二大哺乳动物,不仅体积庞大,还有一嘴尖利的獠牙,他们为了孩子极具领域攻击性,尤其在水中,对于单枪匹马的狮子来说无任何胜算的把握。 然而这头狮子毫不畏惧迎头直上,他的胆量着实让人佩服。 感谢观看